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生活就像是轨道上的一级列车 走过经过 快乐难过 至少还有我 I'll fight I wanna fight for you Just let me be the one I'll fight for you I'll fight I wanna fight for you Please hold it on, go say we'll take you home Don't say goodbye, just don't let me go I'll stay forever, fight for you 基本上现在没什么大的问题 但是你要看这儿 我标注的位置一定要注意 好吧,我明白了 孟总 你先下去吧 好 大浩 对不住 最近几个项目同时在开展 比较忙 没事的,孟总 我就是想来问问您 之前我们谈的事情 您考虑得怎么样了 是不是愿意跟我合作 那部电影呢 你看是这样 我现在有点急事 电话一个接一个的 咱们保持联系 我先走了 孟总 我比较着急 我们能不能今天谈 只需要您一点时间 这样的话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 你的事呢 昨天公司期时 已经开会讨论过了 对于你出让当期 这个问题呢 我们暂时不考虑 所以没有办法跟你签约 为什么呢 之前你们的合作意愿 不是很强烈吗 你说的没错 我们之前确实有很大意想 跟你合作 但那个是在你假公益 绯闻曝光之前 但是你看现在 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 对你非常不利 而且打官司 你又是败诉的 大号 我这毕竟是个公司 有那么多人要养活的 所以 作为我个人来说 只能 祝你好运 阿田小姐 你查到了对吧 就刚刚发生的事情啊 好的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你哦 这今天老苏怪怪的 是不是和这件事情有关系啊 哎 罗总 你好 我是苏太太 是这样啊 这几天呢 老苏一直心情都不好 是不是公司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呀 什么 我知道了 此时此刻对吗 好的好的 我有数了 谢谢啊 虽然 我是很同意苏总的投资计划 但是我还是觉得 应该对项目充分了解之后 再做打算 这样比较稳图 罗总 你如果对我的决策有意义 会后 到我办公室咱们慢慢谈 我努力让你了解 好吧 那既然是邵总的科技项目 我们也就 不好再说什么了 对啊 邵总的科技天才呢 我们都见识过 把投资用在他的身上 我们也放心 那好 那我们现在就举手表决 好 谢谢大家的支持 那接下来 咱们就具体地研讨一下 投资金额 调动的细节 谈什么投资呢 我也来听听 小兰 你怎么来了 我来是为了防止某些人做傻事 小兰 你快出去吧 我们董事在谈大事呢 你忘了 我也是公司的股东 我完全有资格来这里开会 你就别搅和了 你有什么想法咱们回家去说 各位是这样 我太太对这个投资有自己的想法 想和大家探讨一下 但是我觉得根本没有这个必要 所以打扰大家了 大家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那就散了吧 散了散了 等等 我话还没说完呢 首先我今天来 并不是想干涉运营 我来这儿的目的 是为了揭露黑幕 小兰 今天上午我接到通知 有人要挪用公司的资金 谋求私利 而且数目巨大 小兰 是谁一个谋私啊 谁啊 那个人就是 你们的董事长苏毅如 小兰 这件事关乎到我和儿子的大事 你不要再说了 青云科技 虽然是苏家一手创办的 但是在座的各位董事 在公司的发展阶段 都给了非常大的帮助 可以说 没有在座的各位 就没有青云科技 可是苏毅如 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竟然挪用公司的备用金 给他的大儿子苏达浩 付违约金 小兰 苏总 这是真的吗 苏总 你还是解释一下 是啊 给我们解释一下 所以 我恳请各位董事 一定要从公司的大局出发 千万不要通过那个 什么所谓的投资协议 行了 各位 千万不要听他的 散了吧散了吧 散散散散散散 快 你去吧 走 你去吧 干什么呀 你要害死我呀 你真是越来越过分了 我要是不这么做 我怎么知道你背着我都干了些什么 我能干些什么 我向来都是过命正大的 你还好意思说呢 你现在不就是挪用备用金 给苏达浩解约吗 这是我的事 你的事 你可别忘了 公司也有我的股份 我也是股东之一 我绝对不允许你做这些事情 公司的钱我会尽快还上的 你就别瞎操心了 苏一如 我看你是昏头了 你不止这一个儿子 你 闹够了没有 不管是公司还是家里 都得我说了算 你发什么脾气 你圈通外人 把公司掏空 你这个没良心的 再怎么说 我跟了你这么多年 小辈都这么大了 你有为我考虑过吗 你别跟我哭哭啼啼的 事情我已经决定了 你闹也没有用 我就是要跟你闹个明白 你凭什么帮苏达浩去付那个减约金 我告诉你 公司的每一分钱都是小北的 谁也抢不走 小北是我的儿子 达浩也是我的儿子 我不能不管达浩 是 苏达浩是你的儿子 但是我告诉你 我绝对不会允许你为所欲为 我要保护好小北 保护好我自己的儿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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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你站住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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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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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你 你妈妈现在是在帮你保护财产 你知道吗 你爸爸要帮苏达昊交解约金 那可是很大的一笔钱呀 你爸爸不惜为了这件事情 挪用公司的财产 是啊 这事我知道 再说了 苏达昊是我爸儿子 也是我哥 所以我觉得我爸帮他 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嘛 好啊 原来你也知道这件事情 你们 合起火来骗我是不是 把妈妈蒙在鼓里当傻瓜 你们父子两个人太过分了 妈妈真是白养你了 喂 妈 你冷静点 妈 妈 浩哥 我正想跟你联系 我听说了 贾东云既然狮子大开口 要这么高的违约金 贺东在他手里 没办法 可是 浩哥 现在这钱 你能筹得上吗 本来呢 我想去接级项目 谁知道 一个接一个排着队黄了 浩哥 别灰心 我们还有时间 我也会想办法 帮你筹钱 你放心吧 我到现在 才深刻体会到 不管一个明星 在之前 是多么的星光璀璨 一旦他跌倒了 就基本上是分文不值了 不管什么样的公司 都会看不起你 浩哥 别这么说 你以前 不是经常教育我吗 跌倒了 就要努力地爬起来 一定会有办法的 我那时就是随便 给你逛逛鸡汤 筹钱的几道门 现在基本上 全都关上了 还能有什么办法 现在就算跑个路一眼 能多赚点钱 我也心甘情愿 虽然输我有点大 但是浩哥 你也不能放弃啊 您一定要加油 不能倒下 有什么事 随时叫我 好 先生 有资金需要吗 有资金不修人 有事找我们 大额贷款 立刻到账 就是 现在他在一个特别痛苦的阶段 正在想办法到处 筹钱支付违约金 我虽然可以印出很多钱 但我没办法解释 钱是从哪里来的 还容易引起怀疑 至于贾东云 我已经查出 他为什么要针对达号了 现在我已经有计划了 只要能解决掉他 我想我就可以马上回去了 不过有件事情 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开口 我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 你所做的这些事情 都是因为你喜欢上了这里 而且我还知道 你喜欢上了苏达号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 你喜欢他到底是因为自身的原因 还是爱情魔快 你说的这两种有区别吗 当然有 不过只是思考 我还需要继续观察 我希望你过得开心 你也是 你真打算这么吃是吗 行行行 第一口给你吃 小白 我怎么觉得 你今天好像不开心啊 还不都是家里的事 还是因为你哥败诉的事情 本来是只有这件事的 结果我妈呀 火上叫又非要掺一脚 不让我爸配违约金 还闹到公司去了 我帮我哥说了几句话 结果他气得差点跟我断绝母子关系 那我问你啊 你觉得这件事情你尽力了吗 能帮我哥做的事情我全都做了 我真的尽力了 这不就得了吗 那你还有什么好丧的呀 什么好丧的 我的意思是 尽人事听天命 你竟然都已经尽力了 那别人说什么做什么 你也管不了了 话算是这么讲 哎呀 好啦 你现在就不要想这些了 你现在想这么多 多浪费这个好时机啊 我们今天就开开心心的 好吧 吃一口吧 披萨都灌凉了 好吃吗 为什么今天的披萨 格外的好吃呀 是不是因为喂的人的缘故 我还想再吃一口 走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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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钱筹备好了吗 贾总 可不可以宽限一个月时间 我付利息给公司 这样啊 就算我同意 我们公司别的董事也不会同意的 你还是尽快筹钱吧 我不跟你都说了 可是我 贾总 董事长 很遗憾 参加小型会议的所有董事 一致反对东勇备用金 这帮房门 喂 东云 董事长 您看 期限快到了 钱的事怎么样了 这样 我马上亲自去找你 那 Huh 我真的要不接 这 是 小医生 安 赵 我们 赵 对公司的业绩负责 现在 法院的判决书已经下来了 所以这笔赔偿 是必须得赔的 有一个问题 总公司的钱现在出了问题 我有个请求 你得给我点时间 苏总 这个我就难办了 因为这笔钱如果不到位的话 公司还有其他所有的项目运作 也都会出问题 董事会也不会答应的 冬雨 你提条件吧 董事长 您的意思是 明人不说暗话 我们两人 在一起共事这么多年了 像这样的事情 要想解决的话 没有附加条件 是行不通的 好 董事长 董事长既然这么爽快 我也不绕弯子 我希望 将青银科技今年百分之四十的投资预算 倾斜到我主导的影视板块 什么 董事长 董事长 去年 董事长 去年 总公司以科技为主导板块 似乎 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而我 给公司带来了近三亿的收入 过分吗 冬雨 我真是低估你了 舍大七寸 你是抓住我护犊子 心急这一点 好 我答应你了 可是 董事会不会那么容易通过吧 这个你不用操心 我自有我的办法 那冬雨 就多谢董事长的栽培了 你放心 我会在董事会提议 把青云科技百分之四十的投资 赚到影视板块 苏大号 和你的这笔纠纷 就到此为止 否则 我绝不会放过你 告辞 你为什么要帮我 我不需要 因为我是你父亲 但是 你有尽过一个当父亲的责任吗 是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我不是个称职的父亲 连自己的孩子都没有照顾好 爸爸对你有亏欠 爸爸要弥补 你得给我这个机会 我不需要你弥补 我自己在外面这么多年 什么困难不是我自己克服的 你小小年纪 面对这么大个事 八千万哪 把房子卖了吗 够吗 不管你怎么看待我这个父亲 我这一次 一定要尽一个父亲的职责 以前我没做好 但这次 我一定要做好 这八千万 我总有一天会还给你 随便 老苏 好啊 老苏 你还是要帮他还钱 你来干什么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行踪啊 你就别跟这儿瞎搅和了 是我瞎搅和还是他瞎搅和 苏大昊 你要是有志气 你就自己还钱 行了 你先走吧 你这八千万帮他还了 你拿什么钱还哪 我该跟你说的都说过了 咱们没什么好谈的了 你别走 我早就应该看出来 你是一心偏袒苏大昊 你根本就不想把财产给小北 你这叫胡搅蛮缠 我胡搅蛮缠 你欺骗董事会 你欺骗我 你就是为了给他筹巨款 到最后 你会不会因为他 把我们慕斯俩给卖了 好 你还担心我把你给卖了是不是 那可说不准 我现在郑重告诉你 你不用担心 不会出现这种事的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们离婚 这回你安心了吧 什么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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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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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飞怎么还没回来啊 不会是项目审聘没有通过吧 你别乌鸦嘴 小飞几次让我们失望过 我们要充分相信她 小飞 小飞 怎么样 怎么样了 小飞 怎么样了 小飞 怎么样了 小飞 怎么样 项目通过了吗 说呀 果然还是不行吗 没事 小飞 我们部门 悲剧的项目多了去了 不去这次次见 是啊 我们越挫越勇 争取下次通过 不用争取了 什么 我们项目 全票通过 真的 而且 你马上就可以到位 当然是真的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小肥啊 你把我吓死了 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行的 是 毫无志愿 小肥 真是好样的 我们真的很感激你 这都是大家的功劳 接下来大家卯足劲好好干 争取 创造出更多的产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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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干 小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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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里 空荡了 原本两个人的残酌 对面是寂寞 闭上眼都是过往的轮廓 在一起的房间 现在主张怀念 在彼此的生命里面 就花了时间 这一段感谢你曾出现 最后你不在我身边 却让我了解 原来依赖是一种痛绝 他走了 留下了 你搁浅的遗憾和我 面对面沉默 他走了 你去了 曾感动过我的温热 假然而知了 闭上眼都是过往的轮廓 在一起的房间 现在主张怀念 在彼此的生命里面 就花了时间 这一段感谢你曾出现 最后你不在我身边 却让我了解 原来依赖是一种痛绝 哦 哦 哦 Zither Harp 那天 爱消失的那天 亲吻过我双眼 轻声说要勇敢 守护的勇气和温暖 却突然都消失不见 你怎么就确定放我能心安 等 一个人的世界 光剑回忆里 那个让我紧张悸动的视线 我只想等 那个人朝我轻轻忘了一眼 回到我们相遇的那天 等 一个人的世界 碰见回忆里 那个让我紧张悸动的视线 我只想等 那个人朝我轻轻忘了一眼 回到我们相遇的那瞬间 回到我们相遇的那瞬间 随 goodness 她想等 那个人 serial 或日set 魔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